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听 下面为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中年,这几种人就不要再联系了 人生如梦,万事如烟 不知不觉间,人已行至中年 余生很贵,请收起自己的大方 不再为不值得的人何时浪费时间 才能心生安然,不惧荒凉 尤其是下面这些人 再多的联系也毫无意义 不如就此放手,各生欢喜 一,有来无往的朋友 无论爱情还是友情 最忌讳就是单方面的付出 我为你掏心掏肺 你对我百般算计 我对你热情似火 你对我冷漠如霜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终究走不长远 有来有往,才叫人情 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是相互的 尤其作为朋友 我对你气氛好 你还我三分情 有来有往,互相麻烦 彼此间的情意才能日益深厚 否则,来而不往 一味被索取 一直被消耗 心渐渐就冷了 对于这种朋友 既然不被珍惜 不如及早放手 让自己解脱 才是对余生的成全 二,看不起你的亲戚 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亲戚 表面看起来对你笑脸盈盈 在背地里却格外瞧不起你 用你时百般殷勤 无用时爱搭不理 有事时满脸笑意 没事时言语挖苦 表面上客气有理 背地里恶意中伤 对于这种骨子里瞧不起你的亲戚 还是趁早远离得好 人与人相处 唯有彼此尊重 才能越走越近 若不懂这个道理 哪怕面对亲戚 也不要在所谓的人情事故中消耗自己 认清现实 不讨好 不巴结 才是避免伤害的唯一办法 三,没有情意的同学 曾经一起同窗苦读的同学 当初天天见面 感情自然浓厚 如今再无交集 渐渐身心远离 原来 人是会变的 情是会远的 没有哪个人会一直留在原地 尤其人到中年 各自有生活 各自有压力 太久不联系 就真的慢慢忘记了 面对曾经的情意和远去的记忆 最好的办法就是 留存心底 不复相遇 盼你安好 生活继续 四 暧昧不清的异性 暧昧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成人游戏 骗你获得短暂的快乐 也让你步入无尽的深渊 尤其人到了中年 婚姻虽然平淡 生活纵然乏味 但那才是人生常态 生活本就是如此 绝不能因为受不了寂寞与空虚 就去找所谓的灵魂伴侣 一旦上瘾 要么沉迷 要么堕落 最后自毁余生 暧昧虽美 但婚姻不易 若不想后半生支离破碎 暧昧不清的异性就别再联系了 除了伤害伴侣 毫无意义 慢慢红尘中 谁远走 谁停留 我们无法控制 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千帆过境之后 珍惜眼前 那些没意义的事 不再纠结 那些不值得的人 就此放手